全国台企联31名台商9月6日至9日在穷考察,寻找海南自贸港建设商机。 活动期间,台商们参加了关于海南自贸港政策解读的座谈会,赴海口江东新区、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和万宁市考察,并走访在穷台资企业。 海南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肖杰在会见考察团成员时表示,在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利影响下,广大台商台胞依然对海南自贸港建设表现出极大关注。 近期,来穷投资考察的台商台胞络绎不绝。 欢迎台商围绕种业、医疗、教育、互联网、金融、航运等重点领域,深化穷台在旅游业、现代服务业、高新技术产业等领域的务实合作。 此次访穷的台商在大陆的投资涉及上海、天津、广东、四川、广西、云南等十多个省份。 深圳台商协会常务副会长张世杰多年前就将发展目光瞄准海南,运用冷链物流将海南生鲜销往大陆其他省份。 此次前来,他建议海南尽快出台产业准入的项目和准则,以便做下一步计划。 我们也希望为了这个政策能够尽快地了解所有的清单准入的项目,清单准入的准则,还有它的一些更细的内容,希望能够尽快地了解我们才有更好的方向,走完下一步。 此次前来考察的不仅有老一辈台商,还有新一代的台湾青年企业家参与,在了解自贸港发展的同时,寻找创业就业机会。 你说旅游啊,制造啊,食品啊,不管是你是只坐在海南这地方,或者是说接下来坐,把它销往到大陆这里面去,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做,它能做的行业跟产业,我说真的还蛮多的。 据悉,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多年来,穹台两地在少数民族文化、现代农业、海洋渔业、旅游、医疗健康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积极成果。